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好运 什么样的人会坏运呢 什么是好运,什么是坏运呢 那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 当你认为你自己是好运的人的时候 你就是好运 当你认为自己是不好运的人的时候 你就是不好运 简单来说 好与不好,幸福与不幸福 快乐与不快乐,悲伤与不悲伤 它取决于不在于事情的本身 而是取决于在你自己认定这件事情 是好还是不好 举个例子来说 当你谈过恋爱 当你决定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当你决定说出爱他的时候 那么你对他爱之为日与递争 当你决定这个很烦很讨厌的时候 当你说我实在很不喜欢你 当你决定不再爱他的时候 他连呼吸你都觉得是 对地球上是一个危害 所以说好与不好 有幸福与不幸福 愉快与不愉快 它并不取决于你遭受到的事情 因为很多事情遭受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 是你主观的去决定这件事情对你好或是不好 当你决定这个事情好的时候 那它对你永远是好的 简单一句话 塞翁失马,胭之非福 你看到丢失的,还是看到你得到的 很多事情啊,取决于在你自己心态如何 所以观之在 行申般若波罗蜜多时 召见无意皆空度 一切苦恶 苦在哪里,恶在哪里 就在你的心里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